本来NBA下赛季最让中国球迷关注的是周琪,这位选秀大会上被休斯顿火箭队摘下的中国未来之星,近期也宣布将随火箭队参加夏季联赛,火箭也明确官方宣布将与周琪签下新约,这下火箭便有了哈登加保罗加周琪的组合让人期待,但没想到的是,让中国球迷最为期待和骄傲的,不是周琪,而是CBA得分, 机器丁燕宇航,他在随达拉斯小牛队征战夏季联赛时,一场比一场打得出色,而最让人惊喜的是,中国球员一直害怕与黑人球员进行身体对抗,但小丁的得分,几乎全是肉搏杀入内线,这样不畏惧的精神让球迷为之兴奋。 北京时间7月6日,丁燕宇航随小牛打了第四场比赛,前三场数据分别是8分,1分2篮板1助攻,9分5篮板4助攻,而正是他冲击内线的优异表现, 在第四场对阵雷霆获得了最高一次出场时间26分钟,他也不辜负教练的期待,砍下10分3助攻2篮板1抢断1盖帽,而且比赛中还展现了超强 威士扇帽和杀入内线爆扣,我们一起来看看GIF托,抢断一条龙杀入对方禁区,助攻队友3分,丁燕宇航超强 直接晃开对手,杀进篮下得分丁燕宇航的第一个3分得分,这不像之前的中国球员只会选择在外线飘丁燕宇航的威斯布鲁克士扇帽,突入内线爆扣,丁燕宇航这样的表现,也引得美国媒体的盛赞 甚至还称丁燕宇航媲美林书豪,亚洲第一小前锋,这真让我们中国球迷感到骄傲 而国内球迷的神回复再次出现,别丢人了,就这水平还有脸回山东,山东南南不允许这种牛逼的人物存在